嗨大家好,我是人间猫 我们今天呢来聊聊双土要怎么练 怎么样练呢,可以让我们的双土可以出的平均 可是呢,在开始看这个影片之前呢 我希望,我希望你们的单土都有练好了 我之所以到现在才拍这个影片呢 就是因为我觉得学习是有顺序的 我不希望你们去略过一些非常基础非常重要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的单土还不是那么的顺畅 我希望你先把你的单土练好 再回来看这个影片,好吗 好,那我们现在呢,要来讲呢 我们到底双土要怎么样可以出的平均 好,那我们一般呢,在学习双土呢 我们就是用tuku的这两个音去演奏双土,对不对 tuku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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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uku 好,那我们先去看哦 不是说tuku这两个音就不好哦 而是我们先去看它的本质 好,我们现在先念这两个字 tuku,tuku,tuku,tuku 好,观察一下,你是用哪一个位置去发出这两个声音 tuku,是不是在前方 tuku,tuku,tuku,tuku tuku,tuku,t responses 哭在后方 哭 好 你有没有发现呢 哭在这里 在一个接近喉咙跟后方 口腔后方的位置 所以呢 当我们没有特别去练的时候 我们的突哭突哭突哭 就会有前后之分 像是这样子 好 有没有 它有一个前跟一个后 好 所以到底要怎么的 去解决这件事情呢 好 方法很简单 第一个方法 好 哭 我们在念哭的时候 因为哭本来在后方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只是念哭 那它就会留在这里 所以呢 我们要去想像 我们这里有一条河流 从我们嘴巴这样流出来 有没有 你的哭呢 就要像是沉着这个河流出来 把它哭前面一点点 然后呢 试着把那个K的声音 就是不要哭哭 不要咬死在这里 它就像这样 有没有 它就会听起来平均非常多 就是很像你 它就很顺畅 很像是你这个水流是非常顺畅 这样流出来 好 那再来第二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呢 就是替换你念的子音跟母音 whole 这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原本念突哭突哭的时候 我们的母音是不是 母音是不是 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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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市 Kick 呜是不是就有点是在 口腔中后的位置 呜 所以当我们的突突就会 就是你知道就会叫 holding 因为突突嘛 哭哭哭 磕磕 磕 所以它就会更后防 所以呢 我们去替换 我们呜的这个母音 把它变成耶 所以就变tiki tiki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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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捏一下tiki tiki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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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iki在哪一个位置呢 是不是就集中在我们口腔的前方的位置 所以这时候是不是就统一了 我刚刚讲的这两个吐音的前后的位置 tiki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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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那一样哦 不要忘记了 你的kiki 還是要有那個氣息喔 那一樣你的K表也要死 那Tiki Tiki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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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Toku Toku Toku 它的吹奏上呢其實有不同的運用 像Tiki Tiki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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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比較適合比較節奏性的樂段去催奏它 那像Toku Toku Toku 就比較適合是比較長句子啦 比較圓滑的地方的雙吐的樂段 好啦這就是催奏雙吐的訣竅 那當然還有更多這個可以替換的子音啦 跟母音 這都是你可以去嘗試的 那這樣就可以幫你去開發出更多 你在演奏上面的聽起來的變化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內容 希望對你們有所幫助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呢 不要忘記幫我的影片按讚 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幫我分享給你所有的朋友們 這會給我非常大的動力 讓我製作像這樣子的影片給你們 那如果你想找我上課的話 也非常歡迎你加入我的線上教練課程喔 線上教練課開辦至今呢 已經有全球各地的學員加入了 你還在等什麼呢 好啦那就這樣啦 下次見 掰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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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那邊 ø